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菜兩個大重點 一個是好吃 新鮮 第二個就是富有人情味 台菜可能一直還是被大家認為 可能價值性還是沒那麼高 這次茶 醬 醬是不到一百 價值性比較低一點 網美就是說 姐今天來喝浮誇的茶 我吵也太矯情了吧 我們要怎麼重新定義台灣的東西 結果設計這件事情 它可以很完整的去 讓消費者感受到台菜被反轉 做音樂表演它會是這種吸音版 新的事物裡面 反轉之後發現老的靈魂 這就是我們沒有人的豐盛 這就是我要告訴你們的 隔湘 隔湘